虽然人生无常 但我们总有选择 只要你学会勇敢 看清楚恐惧的真面目 就能选择爱的面向 诚实谦卑地面对现实 读过很多心灵与灵性的书之后 你觉得自己内在已经够强大了吗 如果面对人生的无常 你暂时还无法做到无惧 那么到底要如何锻炼自己的心智 让我们可以彻底摆脱受害者的思维 成为最勇敢的自己 我们藏在类似警匪片或侦探片的电影里面 看到某个主角好像天生胆试过人 遇到任何紧急状况 都能够从容以对 而羡慕之余也会想说 我要怎样锻炼自己 才能够像这些主角那样 可以勇敢面对自己生命的难关 当有人想欺负我们时 欺骗我们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一一的试破 毫不退缩地与对方直求对决 或运用更有智慧的技巧 不必直接拆穿对方 就让他知道要悔改 这次要分享给你这本书 是由方志出版的真正无惧的身心防弹术 作者伊福波普拉斯曾经担任美国特勤局的特务 保护过四任的美国总统 并且因为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中的英勇表现荣获勋章 我要借用他在这本书揭露的技巧 陪你锻炼自己 无论面对来自工作 生活或感情中 各种冲突与压力 都能从容以对 让自己有能力 主导事态 掌控全局 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到 当我们面对重大的紧张或威胁时 会有三种极端不同的反应 被简称为3F反应 也就是战斗逃跑或僵住 根据研究指出 战斗逃跑僵住这三种反应 其实是我们依照评估危险的程度 所做出的本能反应 当我们认为自己足以压制眼前的威胁 就会进入战斗模式 如果我们认为能逃离眼前的威胁 就会进入逃跑模式 如果我们觉得打不赢 也跑不掉 就会愣在原地 请你先了解自己的3F反应 就能够学会控制自己 提前辨识自己 打算怎么做 并且评估这个反应的成本和好处 当你对自己3F反应的控制力越强 就越能够应付困难的局势 并且在这个世界上 平安顺利的生活 这就是替自己打造 防弹人生的基础 接下来让我更进一步 再入书中三个重点 帮助你锻炼自己的胆势 创造出可以掌控全局的能力 一 挺身而战 二 洞悉人心 三 影响他人 其中我自己觉得第二个重点 教我们如何察言观色 从对方的表情与反应 辨识他内心的想法 虽然是太有效 也太实用了 提醒你等等 一定要认真看影片 我还附了几张图片 会为你逐一解说 每一张表情的细节 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就让我们从第一个重点开始 挺身而战 如果你真的有决心要摆脱 生命受害者的角色 成为一个可以主导自己人生的人 我就要强力的建议你 不要害怕冲突 必须正面迎战 爱与恐惧藏是一体的两面 只要你愿意去爱就表示恐惧必然会存在 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为恐惧奋战 才会造成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仇恨和灾难 虽然人生无常 但我们总有选择 只要你学会勇敢 看清楚恐惧的真面目 就能够选择爱的面向 诚实谦卑的面对现实 因此我们可以不被恐惧操控 而是发挥内在的力量去保护自己 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过去之所以退缩 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是有选择的 也是有能力的 所以看完这支影片之后的 你会认为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你有我的陪伴 以及我分享书中提供的具体方法 可以帮助你挺身而出 无论是陌生人朋友同事上司家人伴侣或公婆 当掠夺者进入你的人生时 你不要再忍气吞声 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而是要成为反掠夺者 愿意主动出手 击退任何一个想要欺负你的人 掠夺者通常会挑选他们眼中的弱者来下手 就是很好对付不敢反抗的那种人 你的委屈求全 只是郑重下怀 并向鼓励他们得寸进尺 他们会先试探你 再决定要不要对你出手 举例来说 校园霸凌者可能会故意撞你一下 看你会不会用比他更狠的眼神回瞪他 还是你默不吭声地继续往前走 爬手会在排队的时候 试探性地侵入你个人空间的领域 他测试看看 他要靠得多近 你才会有反应 嫉妒你的同事 很可能会散播跟你有关的谣言 看你会不会为了这件事情 而敢跟他们对质 所以你千万别顺着他们的心 你要试破他们的轨迹 拆穿他们的真相 你会证实 他们绝对是比你更害怕 更没有用的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 是因为我们在被欺负之前 都会误以为他们很强悍 其实是因为我们把所有恐惧 投射在他们身上 才让他们变厉害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自愿扮演猎物的角色 才会赋予他们掠夺者的形象 但真正的事实却是 他们常常充满自我怀疑和恐惧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选择比自己更软弱的人欺负 能看清这个事实 鼓励自己挺胜而战之后 让我们看看下一个重点 教你如何拆穿对方的假象 每个人都会说谎 有些研究指出 一般人每天会说一两次谎 有些研究则宣称 一个人有可能在一场谈话中 说谎达到十次之多 说谎的理由真的很多 包括为了顾及情面 为了恐惧 为了怕丢脸 为了自保 为了欺瞒 为了隐瞒敏感的事情 或许这些动机都情有可原 但无论你要不要 在第一时间猜穿 你都必须要先学会 试破这些假象 要看清谎言 必须要站在客观的角度 拿掉自己的情绪 因为当发现对方说谎时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情况 当作是对方 针对我们的攻击或操弄 最典型的反应是 你竟敢骗我 你一定觉得我很好骗 当我们发现自己被骗时 自尊就会受伤 这件事情的麻烦在于 一旦牵连到自尊 就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判读人心 明白他们真正动机的能力 所以要看穿别人的谎言 就要先放下自尊的情绪 在观察别人时能提醒自己控制情绪之后 以下是几个基本的技巧分享给你 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观其谋子人烟搜灾 观察一个人要看他的眼神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例如当对方感觉到无助或焦虑的时候 他眼睛就会往上翻 就像这张图片 他就是一种老天救救我的表情 我曾经因为搜集到充分证据 而当面询问一个伙伴 问他是否有对团队做了不利的事情 当时他就是这个表情 事后也证明他确实都在假公济私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察秘诀 真是超级神准 如果对方确实说谎 而且过程中很怕被拆穿 他的表情就会全程僵住 很像是被车头灯照到的路 除了这些眼神的细节 你还要多观察对方的肢体动作 他很放松或他正在防御 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这个重点 三 影响他人 所谓的影响力并不是坚持自己可以改变他人 对方若会改变 是因为他们自己想改变 不是因为你希望他们改变 如果你真的想影响某人 必须先自己敞开心胸 明白他的观点 设身处地同理他的感受 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特别 是你能够对他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秘诀 美国民众之所以觉得克林顿总统迷人很有魅力 是因为他很愿意跟人们说话 也愿意聆听 他想知道民众会说些什么 通常位高权重的人 很容易失去对凡夫俗子的好奇心或兴趣 但克林顿显然不一样 他在公开场合演讲的时候 会直接走向观众区域 他不只是打招呼拍个照 而是跟每个人握手 跟人群里的每一个人谈话 问他们叫什么名字 来自哪里 提出任何引发他好奇心的疑问 他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 所以别人觉得他很有影响力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由方子出版 真正无惧的身心防弹术 我所为你摘要的重点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欢迎你留下意见或提出问题 并且和我分享 你是不是对于如何锻炼勇敢 并且捍卫自己有更多的自信了 请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哦 我若全幸福书房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 在YouTube推出最新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分享给你的亲友 继续支持我陪你一起学习成长 幸福书房 我们下次再见